这种筷子是害人不浅 什么合金筷 这个是塑料 塑料做成的 是这个厂家 大家千万不要买 看看是这种厂家 什么高分子合金材料 狗屁全是骗人的 这家只不过是里头是塑料而已 一种特殊塑料压起来 环保科技公司 说不定都是用垃圾 废塑料制作而成的 这个塑料危害非常大 显用高分子材料制作成的 材料其实不完吃 不完美 任何一个东西塑料的 当然是不完美的 硬塑的是不完去的 可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危害呢 大家看看 这是一酸用过的 这是一酸用过的东西 第一它这些碳金的 碳金部位完全是 酒后就变黑了 最糟糕的就是 它的这个筷子头 这部分 如果长期使用 长期使用这种筷子 就会把这些塑料 全部磨损 吃到肚子里头去 在冷水中产生大量的 微塑料 塑料颗粒 血液损环 影响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我们用化妆 来看一看 它里头的磨损 溶解的状态 看到没有 看到表面都是粗糙 你再不再是光滑的 不再是光滑的表面 那么这些粗糙 跟这个 这一头的光滑的表面 因为这头没有用 所以这头可以看到 它的表面非常光滑 因为这头用到变成 就像玉米半子一样 一粒一粒一粒 微粒都跑到哪去 都跑到你 用这张筷子 吃饭的时候 都跑到肚子里头去了 所以千万不能用这种筷子 这种是骗人的 危害 对健康 危害极大 这种产品 就像玉米半子一样